看到我儿子的鞋就说,哦,你家还没钱呢 你看你看看这奈克鞋 穿下来一只鞋以后就放到我鼻子堂上奥的 关心社会就是关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穿家 在山东聊城,有一家新开的零食店 这家店的老板是26岁的余欢 他就是如母上任案的当事人 今年是余欢出狱的第二年 他刚刚跟未婚妻订了婚 也注册了短视频平台账号 偶尔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日常 生活逐渐回到正轨 在六年前,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 叫《赐死如母者》引爆舆论 原文中提到 多名讨债者当着余欢的面 用极端方式侮辱他的母亲苏英霞 余欢愤而拿起水果刀 致一死三伤 关于案件的细节和判罚 在2017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 点击和转发超过8亿 现如今案件早已阻碍落定 很多细节也通过官方的报道 浮出水面 今天就来全面回顾一下 如母伤人案 包括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审的无期和二审的改判 以及曾是受害者的苏英霞 为什么后来全家都进了监狱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希望看完之后点赞 也欢迎新来的朋友关注我 下面咱们直接开始 在2012-2015年间 国内的钢价暴跌 很多钢厂连续亏损 苏英霞有一家专门做汽车刹车片的企业 叫元大贡贸 也出现了资金流转的问题 为了维持企业运转 他也欠了很多钱 最终三次登上了全国实信人员名单 从这时开始 苏英霞想从正规渠道借到钱是不可能了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 叫吴学站 这个吴学站并不是个省油的灯 在2013年的时候 他为了阻止一个叫王秀娥的人上访 把王秀娥扒光后绑走 非法拘禁和殴打了80个小时 还拍了裸照 2015年的时候 因为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父亲 把医生的奥迪车砸烂 平时他还养了20多个马仔 经多家媒体报道 其中一个叫都志浩的 涉嫌驾车撞死了一名14岁的女学生 并逃逸 最终花钱私了 还有一个叫李忠的 也是吴学站的手下 在2010年就曾涉嫌一起暴力轮件案 吴学站就带着这伙人 主要做的就是强迫交易 以及非法放贷的生意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余欢的母亲苏英霞 在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 两次累计从吴学站之旅 借了135万 口头约定月息为10% 那年息就是120% 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36%的上限 属于典型的高利贷 到了2016年 苏英霞陆陆续续的还了184万 仍然还差很多 他只好把自己居住的房子作为抵押 这个房子价值70万 4月1日这一天 吴学站就带着人来到了抵押的房子里 把苏英霞一家赶走 换了门锁并强行入住 4月13日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 吴学站又安排人把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清空 苏英霞这时候回来取东西 两方一碰面 吴学站就没有放过他 然后又把苏英霞的头按进去 接近水面的位置 让他还钱 当天下午 苏英霞就多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 民警也上门进行了调解 由于放大一方始终说是房屋买卖就分 民警就让他们双方协调 或者呢 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当天晚上 苏英霞嘴上答应了吴学站 说明天会跟他进行房屋货户 之后呢 还会再付给他30万 就算两清 但是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4月14日 苏英霞并没有去办理过户手续 这也彻底惹怒了吴学站 当天下午4点 他安排了一伙人 驻扎到了苏英霞的办公楼 晚上6点多左右 他们搬来了烧烤炉 在办公楼门口喝了一顿大酒 同时把苏英霞和于婚 限制在了接待室内 禁止走动 等到了晚上9点50多 是一名讨债人员 酒足饭饱 陆陆续续的 也都进到了接待室里 最后一个进来的 就是杜志浩 他也是后来鉴定 唯一达到最久标准的人 从杜志浩进来之后 整个讨债手段 也就进行了升级 当时于婚和苏英霞 坐在东侧的两个单人沙发上 西侧双人沙发上 也是两名公司员工 讨债人 围着他们身后 站了一圈 而杜志浩就站在中间 查底的位置上 把那个锤 可能抄到 有时候抄到 我儿子那个 本件的那个叔叔上 那个杀完不是什么 就他来着问我儿子 那个 是不是是不是 反正是骂你的话 来这时候 我儿子是不是 我说的 反正是体证 他就是说 你爸你妈签状 你是不是应该反 我儿子都没钱 没钱就开始 杀我儿子 点 那此时 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 已经完全被限制住 并且也经历了人格侮辱 还脱下于欢的鞋 扣在苏云霞的脸上 让他闻 于欢反抗 马上就被打了几个耳光 我儿子打一会儿 他就把那个鞋 脱下来 放了他 把那个鼻子 都是放了他那个鼻子 让他叫他闻 南方周末的 刺死如母者中写道 杜志浩脱下裤子 一只脚踩在沙发上 用极端手段侮辱苏云霞 而此时 被按在旁边的余欢 咬牙切齿 几近崩溃 那这个行为 也是后来引起 强烈舆论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个极端手段的描写 会让人产生各种想象 也一度引起了 营销号的狂欢 有说拍他脸的 还有说的更过分的 说什么的都有 对于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 警方也给出了 详细的调查结果 杜志浩当时是站在茶几上 确实脱掉了裤子 露出了工具 当时他并不是面对某一个人 而是面对着对面 做出了左右晃动的动作 能够证实 杜志浩当时是站在茶几上 并没有面对哪一个人 而是直接面对着对面 脱下裤子之后 做了一个左右晃动的动作 然后就摔下他的裤子 把大腿露出 把大腿把他的生殖器都露出来了 不离我的右偷 我看一下这扭过头去了 玉环的姑姑就在旁边的办公室 通过透明的玻璃 她感觉情况不对 就再一次进行了报警 十分钟后 警车就来了 这次一共来了三位警察 一个是拥有正式编织的女民警 另外两个是男辅警 三名警察进到房间之后 马上就问是谁报的警 讨债方气势上并没有弱 反而更狂 当着警察的面大喊 谁报的警出来 请问我一段 我找到这家哪儿呢 谁呀 那这儿又是大奖吗 先生 不是这边 我都跟这儿在这儿 又是大奖吗 又是大奖吗 我找到这儿去玩 这样 这样 你现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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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现在 现在 你咋 没有绝对 你有护照吗 快 你有护照吗 我有护照吗 来 你有护照吗 你有护照吗 来 我一定要护照吗 接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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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在进行了初步的劝阻之后 情况并没有好转 现场反而越来越乱 女民警就带着其中一名男辅警 回到警车里 商量是否需要打电话请求支援 同时留下了一名男辅警进行劝阻 但是苏银霞和余欢看到警察要离开 并不清楚原因 以为警察是放弃自己要走了 于是二人跟在他们身后 拼了命的想一起逃出去 但是讨债方堵住门口 根本不给任何机会 警察的暂时离开 让讨债方的气焰更加嚣张 同时 余欢的愤怒和绝望 也几乎到达顶点 紧接着 接待室就发生了骚动 余欢被讨债者逼到办公桌旁 他大概记得办公桌报纸下面有一把水果刀 于是他顺势将刀拿了起来 并大喊道 别过来 都别过来 过来囊死你 杜志浩往前凑过去 余欢拿着刀就朝他的正面捅了一刀 附近的郭彦刚健壮想躲 余欢向前又刺出一刀 导致郭彦刚后背中刀 很快就流血了 当两名民警回到现场时 讨债方的杜志浩 严建军 程学贺 郭彦刚四个人 都已经被余欢捅伤 事发之后 余欢被警方带走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 杜志浩是自己捂着肚子走了出去 还说了句 这小子玩真的 我的麦腾呢 然后自己开车去了医院 并且还没有选择就近的医院 在医院门口呢 又跟保安发生了争执 四日凌晨2点18分 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另外两人重伤 一人轻伤 2016年12月15日 案件一审开庭 死者杜志浩的家属提出 余欢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应该判处死刑 并索赔830万 但余欢的律师则认为 余欢有正当防卫情节 属于防卫过当 应该从轻处罚 对此呢 审理认为 虽然余欢当时人身自由 受到限制 也遭到侮辱 但是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 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 余欢和母亲的危险性比较小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审理最终认为 首先 余欢不属于故意杀人 因为他伤人的前提是 一直受到要债方的纠缠 其次 不属于正当防卫 或者防卫过当 而是故意伤害 因为余欢没能正确处理冲突 导致一名受害人死亡 三人受伤 最终 余欢被判处 无期徒刑 一审结果一出来 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部分人表示气愤和不理解 如果母亲在自己面前 遭受到这种事情 作为儿子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 像余欢一样 不顾后果的反击 并且杜志浩的行为 还涉及强制猥亵 非法拘禁 在这种情况下 难道只能束手就擒吗 余欢案也点燃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争议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 也介入了该案 2017年3月26日 二审开庭 值得一提的是 庭审在微博 进行了全程直播 其中也披露了更多的细节 庭审中 余欢的律师提到 杜志浩受伤后 自己耽误了治疗时间 所以死亡结果 不能全部归结于余欢 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 并没有成立 因为实际上 开车的并不是杜志浩 没选择最近的医院 也是因为考虑到医疗环境 而只耽误了三分钟 另外跟保安发生冲突 也是因为着急进去治疗 所以这个原因并没有作为参考 第二个问题 出警的民警是否构成 玩乎职守罪 当天出警的民警 确实对案发现场 没能有效控制 也没有把现场 双方人员进行分离 这属于出警不够规范 但并不构成 玩乎职守罪 最终 当天出警的女民警 受到严重警告 以及行政降级处分 两名辅警被辞退 最重要的问题 于欢的行为 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对此 中国政法大学的 阮齐林教授说 正当防卫呢 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不法侵害 第二个是具有紧迫性 满足了这两条之后 如果造成了重大损害 还是应当要负刑事责任 如果要按照防卫过当 还应当减轻处罚 最终经过最高检两次的专家论证 从多个角度 能证明这是一个防卫前提的事件 但是防卫的强度超出了限度 后果也比较严重 是对生命权的一种剥夺 最终二审的结果认为 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 2020年11月18日 于欢经过在狱中的六次表扬减刑 终于走出了监狱 他找回了手机号 无数条消息让他回不过来 之后他又剃了头洗了澡 在去超市购物时 他发现结账付款都已经是手机支付 表示茫然 在于欢入狱期间 还发生了很多事 2018年的6月29日 吴学战等15人被判决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制侮辱妇女罪 强迫交易罪等罪名 判处无决战 有期徒刑25年 与此同时 警方也通报了苏银霞 女丈夫于希明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相关情况 经查 该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 涉及投资群众50多人 苏银霞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于希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于欢的姐姐于家乐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2021年5月31日 父亲于希明刑满释放出狱 涉嫌非法吸收的2000多万存款 在案发前就已经退缴到案 至此 于欢一家人终于凑齐 这几年经历的风波也终于告一段落 从这点起 于欢的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果刀 2018年 于欢案被列入最高法指导案例 2019年 相关部门还出版了一本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 其中的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不能说谁死伤谁有理等观点 记载在最高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沈德勇的一篇文章中 于欢被改判的照片也入选了中国长安网年度照片 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好了 于欢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 最后我跟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穿甲主要是讲一些奇闻和案件 喜欢这类内容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 订阅我 老朋友帮忙点点赞 是我更新的动力 结局就到这 关心社会就是关心自己 我是穿甲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